来 何清飞 这儿应该挺贵的吧 那是 你这铁公斤怎么舍得拔毛了 谁是铁公斤 我可不是啊 你对思琪不是 对我可是铁公斤 那个 要不然我换个地方 换什么换 干吗呀 思琪 杜小苏 早 听我的 早 雷总 家人有约啊 雷总 今天休息 我带小苏还有思琪 出来吃个饭 你们慢慢吃 我们换个地方 别走 思琪 雷总 不如一块儿吃吧 这么难得见一会面 你应该不介意吧 既然来了 那就一起吧 走 服务员 加几份餐具 自衡 去吧 去吧 许小姐是吧 幸会 我叫周思琪 百晚的记者 也是俗称的 鱼记 周小姐是娱乐记者啊 难怪这么伶牙俐齿的 看来许小姐 对我们鱼记有偏见啊 怎么会 鱼记跟我们可是 鱼水之情 蠢齿相依啊 对了 邹小姐 像今天这样的约会 对你们来说 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那要看是什么 兴致的约会了 像这种一般朋友的约会 当然是上不了 我们头条了 那要是情人之间呢 听说许小姐 在国外的恋情 不太顺利啊 这次回来 确实寻找安慰吗 你还没办法 雷总 许小姐 不好意思 打扰二位用餐了 抱歉 那个 雷总我们先走 雷总 有句话 我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说吧 许小姐是您的朋友 小碎也是您的朋友 许小姐的内心 怎么想的我不知道 但是小苏的心 我知道 你也知道 你应该怎么做 我相信你应该 非常地清楚 再见 思琪 你看看你刚才那个样子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 杜小苏 你有没有良心啊 我刚刚是来帮你出气 小姐 你现在还说我 简直是狗咬吕洞兵 不是好人心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你跟许优那样子说话 让我们大家真的很尴尬 别吵了 我知道前面有一家 特别好吃的韩国烤肉 咱去那儿 你们俩自己去吧 我先回家了 杜小苏 杜小苏 思琪 别叫我了 那么多好吃的店 你都不知道要找找这家 真是扫兴 怎么成了我的罪过 人都走远了 别看了 我终于明白 你为什么请我吃饭 还送我花 是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呀 什么 我说 你跟杜小苏的感情不一般 你们俩是不是吵架了 你故意让他吃醋 让我来给你演这出戏是吗 我今天叫你来 不是来让你跟我演戏的 是接下来有些事情要做 可能会有危险 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被牵扯进来 好吧 算你有良心 不过我倒是很好奇 到底是什么样的危险 能让你雷雨争有所顾忌 我的好奇心啊 绝对让我不走了 我倒是想把这生死攸关的 大溪看完 小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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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生气了 都怪那何群飞找到什么破地儿吃饭嘛 好啦 刚刚是我口不择言 我胡说八道 我童言无忌 你不要生我的气了嘛 我有点累了 我先去洗个澡 小苏 小苏 像今天这样的约会 对你们来说 是不是很不一样啊 那要是情人之间呢 打扰二位用餐了 抱歉 大苏 你怎么来了 一夜都不回家 我不担心吗 你这为了工作 不要命了 我现在才知道工作有多好 这钱啊 有些时候真比感情重要 你说这钱出去挣它总是有的 但感情呢 付出也不见得会有回报 还回报呢 干吗 大苏 我是你的什么 闺蜜 我是你的感情垃圾桶 所以你的小心里啊 可不能藏事情 你知道吗 一有不高兴的 全部都告诉我 往我这儿倒好不好 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这忙得热火朝天哪 哪有时间有什么垃圾啊 你要是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你就先回去吧 谢谢你来看我 你走吧 看你这黑眼圈 不忙 你是为工作熬的吗 你为了他吧 PS的呢 好 就算他是PS的 那宇天的公关呢 许游的经纪人呢 怎么不出来澄清这个事啊 现在全世界人的反应就是一个 他们都在默认 清者自清 如果每次出现绯闻 都需要出来澄清的话 那这些公司也不要做其他事情了 这样 你继续这样 我现在就问你一句话 他雷宇峥有跟你联系过吗 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个信息吗 你要是实在不好 问我来问呗 你看什么 我问一下还不行啊 你干吗 我得问明白了 问什么 怎么问 我是他雷宇峥什么人呀 他和什么样的人交涉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到底是他什么人 你不知道吗 你们在小早上发生的事情 那不算情侣吗 我不明白 你怎么就不能去干涉了 再说这个事情 他不是干涉呀 他是维权好吗 你是真的傻吗 他现在威胁到你了 你知道吗 你老人家在这儿坐以待毙的 邹思琪 我和雷宇峥是成年人 我们两个会处理好 我们自己的感情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的事 我们也彼此了解 若是懂得 何必要说 好 我承认 雷宇峥可能真的是爱你 他嫁得住 许又那么地往上哭吗 我不想去揣测 别人的心思 你看见雷宇峥和许佑在一起 你的表情就把所有的问题 都已经告诉我了 大小姐 我今天真的不想再说这件事情了 我还有好多的工作要继续完成 我真的是很忙的 我也很辛苦的 如果说没有其他事情的话 那你就可以先回家啦 赶紧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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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天天祝你幸福 但是前提是 你得真的幸福 都不会生的 我来过来 我一会儿 你 一会儿 好